你先把我后背上的记住了再说 我再努力 师娘 我记住了 另外半天 藏匿在海城之内 一位名门千金身上 而且她的手腕上 还有一个运气 由你变得 是这个 那人家能让我看吗 这个你放心 当年你师父与崔家定下了婚约 这位小姐啊 名义上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 那她有十年漂亮 没有漂亮你也得上 那九转龙神诀 可是你师父当年用命换来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也得学权了 行 那我推倒龙哥大小姐 再回来崔师娘 你 不对 是陪师娘 这个是你跟崔家的婚书 还有当年你师父 号令九州的玉佩 迎娶崔家经济 你对我太好了 我都不舍得走了 你快走啊你 崔家经济呀 还等着你去祸害呢 十八九岁的年纪 却已然已经得到了 他师父全部的传承 如此恐怖的修为 潜龙出渊入世 这龙国的天 恐怕是要变了 江麦 听说崔小姐费 不知道崔小姐 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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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连头 倒在路边的老头子 谁敢说 这一服 那可就是 银行卡 熊青林的大事 啊 这两年头 谁家没个老人 你们将心比心 要是你们家老人 躺在这 你们是什么态度 老人家 你没事吧 哎 怎么样了 这人 还装心比心 吃开这鱼额 还有几个铃巴 这城市里的水也太伤 哎 你醒醒 你看我穿成这个样子 也没什么钱 你额我没什么用啊 大爷 哎 大爷 你醒啊 哎 我不能醒来 哎 哎 慢点 哎呀 啊 老了 呵 不中用了 哎 哎 小伙子 你挺外心啊 我得感谢你 这是我身上全部家当 你看够不够 哎 大爷 这就不需要了 这都是举手所谅 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去找我老婆了 哎 哎 小伙子 你要找到老婆 再捋会儿桌 赶紧去吧 哦 这小子看着不错 这哥做我徐旧的女婿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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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看到我前面那个穿黄级不的人吗 嗯 家外就是乌亚 刚刚那个老婆怎么知道是一公子六个床呢 难不成 是个神仙 哎呀 那个崔小姐你好 我叫江晨是你的未婚夫 虽然我刚从山上下来对山下的一切不了解 但我敢保证婚后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你吧 而且我之后赚的五分之四的工资都会找到不会让你吃到半年回去 你好 你好 我叫许江月 有车有房 去年年收入已超三十亿 我想 我应该不需要你年五分之四吧 三十亿 哎 等等 你不叫崔如冰啊 你说呢 我去去看世界错人了 但老头你空下了 请你就是说 哎 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错了 怎么样 老头 爷爷帮你选的真女婿不错吧 人倒是蛮有趣的 不过 还没有经过我的考验呢 等他什么时候经过我的考验了 再考虑跟他的婚事吧 不好意思啊 崔小姐 我那个我来迟到了 我是江辰 你就是江辰 啊 我是来赴婚约的 崔小姐 停 就你这样呢 别敢来我崔家提琴 我崔如冰好歹是海城名门世家的千姐 就你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乡巴老二 别敢来的提琴 你想退婚 这婚约可是我师父跟你父亲签字定下 婚约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 一张破纸 也好意思拿出来 当做你攀权富贵的证 真是可惜 你看看你这身穷酸样 浑身上下 哪里能顾上 这家我一看 就是个罗伯的乞丐呀 就是 那可是堂堂的崔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跟个香巴毛有同约 听见了吗 实相的 就拿着你这张破纸 看清楚 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你们崔家好歹也是名门世家 怎么生出来一个女 眼狗眼看人低得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 不就是看我们崔家家大业大 他上面有点心 哈哈 小恩小慧 要不是有天武阁的庇护 你们崔家怎么可能顺风顺顺爱是 就算你师父有恩有崔家 哼 入手买死 你一个流荒在外的香巴楼 连给本小姐提鞋都不配 你爸呢 想退婚了就让腿家亲自来 像我爸这种日理万机的大人物 可没时间借你这条漏水公 这条漏水如冰不会终于否有多险啊 要不是为了九转龙神诀 我连在这待一分钟就觉得多 日服我做了一辈子好事 就还成无数名门水火 才得死九转龙神诀 你是我唯一的我 一定要守护这振派之宝 师父 师父 不过这九转龙神诀 终究是师父拿命换来的 无论如何 我也得向崔老爷子问清楚 既然你爸没时间借我 那我就等你爸有时间了才借我 现在不是我爸有没有时间借你 而是你不配的 崔如荫 你不要太过分啊 怎么 你还想斗手不成 难道我说他有错吗 想退婚什么 行 那就让你爸亲自给我退 这么窩囊的个男人 以后怎么指望他保护我 爷爷 这就是你的眼光 小月 这 我知道 您一心想要在您闭眼之前 给我找个好男人 可是男人这个东西 也不用在路上乱打 来 刚刚老爷来面临让你跟您过去 认识大烧的婚礼已经快开始了 你不是想要见我爸吗 那你就在这等着哪都别去 我爸他一会就过来 行 看好他 别让他破坏了过陈少的婚礼 他要是不听话 到他听话 听说崔家大小姐和陈少举行婚礼 陈家大酒店变起了整个海市的名门 这个傻子 居然还在这等崔老 一个想翻高吃的叫花子罢了 你看崔家把他当回事 你们说什么 说什么 是崔家大小姐和陈少举行婚礼 就是就凭你这个崔酸呀 你想跟陈家少业相比 我看你还是假装不知道的好 少生是非 那家真是欺人太神 干什么 滚回去 告诉你 大小姐吩咐了 今天你要是敢离开枕 老子打扮你的腿 崔家居然敢如此细少 要不是为了师父已经换来的九转龙身诀 我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 师父 我们好像撞到人了 怎么回事 这先天有这么不张眼睛 这么大的婚人看不到 心知道 怎么这么巧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看他是跟踪我们还有可能 毕竟他刚刚才被那个女人羞辱过 他也不是看到我们的车牌 想碰瓷罢了 所以整事之前 你这种乱猜忌 不是海洋的 我要是猜错了 就亲自下车 跟他道歉 哎 你没事吧 靠 是我的责任 看来我要赶紧去 没事 对不起啊 是我不小心 没事 对不起啊 是我不小心 撞到人 撞到人 有冤枉人家 堂堂海城 第一名门 虚水集团的几成人 应该一落千金 知道了 我去 果然就不应该停声 呀 这城市里的水也太深 刚被崔家爽 又被好车中 这么巧 你也在这儿 坐 哦 其实 刚刚我 你怎么 来来来 我帮你看看 你这是掩饰不规律造成的急性肠炎 你别趁机占我便宜啊 哎 你们女人能不能别这么自恋 我这是在帮你缓解疼痛 哎 你干嘛 怎么样 哎 哎 你居然 真的会医术 嗯 这个叫做中医的九阳止压法 只能改善 要想根治的话 只能通过饮食 还有 不要把所有男人都想贪财 耗瘦又龌龊 这世上呢 还是有好男人所在的 你要是没什么急事 我就先走了 我要急事呢 不贪财不脸色 善良又正直 怎么样 鸭头 这回想想爷爷全的女子了吧 刚刚是我眼中 这一局你赢了 好 你跟那小子 急轻 哎 也不用这么急吧 没事 你要不好意思的话 你给亲自提去 哎 等等 罢了罢了 我去 但是咱们的肯定也说好了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接受他的 好 好 还真在警察我眼 哎 小花子 没关系 进去通报翠龙 说天武阁的大帝紫江城前来复婚约 让他出来 给你 你想去崔老爷子 赶紧扫吧 再不走 少人打睡着腿 哎 那我老爸 你跟他崔大小姐 谁要一打破的人 仍不敢成崔大老杀 那几个 把他赶出去 就凭你们 怎么回事 弄死他 救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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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叫花子 敢来叫我们崔家 啊 跟许别的婚 我不是叫花子 我是你们崔家名正名顺的女婿 啊 我是慕容上的徒弟 名叫江晨 奉师娘的命令 前来复婚约的 就你 你想来娶我们家如冰 我师父心事之前特意交代 这是两大家族最重要的事情 我 我作为崔家的女婿 我自己 哎 女婿 你算什么东西 就你这样的小妈了 是谁准训你 以崔家女婿自己的 啊 看你这个意思 是想退婚呢 退婚 你也配一条臭狗 要摆清自己的位置 我本以为如冰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没想到你脸皮之人这么厚 还敢过来丢人现眼 我们家如冰 应该嫁给你害成名门 是陈少那种被靠徐家的大人物 你是听不懂这话吗 崔家主 嗯嗯 嗯嗯 你作为一家之主不应该表态吗 啊 想起来 确实是有这么大的事 但 那是我跟你师父开完票的时候说的 我们崔家是从来没当真 前世你才当真的呀 你就是 我原以为是崔如斌他不想嫁给我 没想到是堂堂的崔家主 也做的出来这种被献弃之事啊 全成直莫说气 我把你做的大很多事还记不清楚了 哎 咱们年对手已经执政了 对当然了 这婚约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哈哈哈哈 就是这张婚约 那要是没了这张婚约 你还算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张婚约有没有吹架的人多了 所以我给你师父之前那些小恩小惠 就像摊上我吹架的包子 哈哈 翠龙 你真敢似我婚约 你这人是亲人太甚你 什么婚约 哈哈哈哈 没了 咋子 也是你这样的傻子 没相信这种事 哈哈哈 师父当时真是瞎了你 救了你们这群怪类 师父瞎了眼吗 没事 他也想高攀我们崔家呢 你 还有你那个死鬼师父 你岳 那手 这怎么了 我不停要骂 我把那死老东西的骨灰 我给他一并扬了 又能怎样 除了这一针蛮礼 你还有什么 没错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家如兵早就许配给了交成名门秦上 人家可是许家高层的敬请 做一种手指就能让一幅海城消失 我告诉你 女家那是放眼整个龙国都无比耀眼的存在 徐家一会儿就会派人送你过来 像不了 很紧紧 要很棒 不知道 那您可以试试 是谁在随家门口大放群慈 还能是谁 刚从山上下来的群叫花子 你笑 嘿嘿 今天真美呀 不会吧 伯伯大人 就这么一个东西 是如兵有不约的为夫夫 你给如兵找电子 还不如找他狗子 哈哈 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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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子事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女士话 给我闭嘴 怎么跟我们陈上说话呢 喜家今天派人来参加喜业 全都是因为陈上 你跟人踢鞋都不配 有你这废物说话的份儿吗 赖寒 今天可能是你结婚的日子 但今天这个新郎官奉上来一句 你呢 还是好估论你的英国令狗掰着 好耶 谁是这废家伙的 没错 就他这种 就这乡下的老母猪 都看不上他 那你敢动陈上 你居然敢打我 咋的就是你 英国一票王 居然敢对把哨导 什么都是你 我不知道 想死是吧 我成全你 男人 给我放下他 住手 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们许家的女婿 哎呀 竟然是细语大小姐 你能来 简直让我催家 横比生辉啊 好 让他 嗯 哈哈 邪大小姐 回事怎么还听到许家哥给滚人了呢 有面子有面子 许大小姐竟然亲自来送你 这也太操劳了吧 别挡路 怎么是你许大小姐啊 这一天之内见了三次 不会是跟踪我 你敢求戏许大小姐 来人 把这乡妈老公认出去冰河 硬坏了许大小姐 就是啊 我看谁敢动 江辰我身后的这些礼物 都是给你的谢礼 另外 我爷爷让我转达给你说 让你做我们许家的女士 啊 你在说什么呢你 许大小姐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您要 下一个香花老 怎么 说什么 你有资格评价吗 许大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江城 就是来我婚宴上 蹭吃蹭喝的抽药饭 就是啊 许大小姐 就江城这种货色 连我们下如冰都看不上 可何况是您 他配不配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开口了 江城事一无所有 但是我许家有 车子 钱 别墅 我都可以给他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 就像我们许家 不需要靠着攀附 和背信契役上爬椅 这 许家竟然还要给这个 废物车的房子 许小姐 你真的要给我 车子的个房子 没错 虽然不是我想的 但是爷爷都已经准备好 这是胡滨别墅的钥匙 和限量版兵力的车钥匙 从今天开始 都归你所有了 胡滨别墅 那是海从最高档的别墅区 这个像 不不不不 江贤之 江贤之 那江贤之他也不太合适吧 是啊 那个地方 连我成家都从来进 他 事不过三 我想我刚刚已经表达了购物 你怎么办 从今天起 江臣就是我许家的女婿 得罪了江臣 就等于说跟我们整个许家作对 听懂了吗 动动 这位江臣才告诉我山上下来多久啊 怎么 又成了许家的主女婿了 这 他是走了啥狗食运呀 就是 这个江城 我看他一眼都想一想 这个许江月 是怎么想的 想要叫他 他救过许江月的命 我们许家 也算是海城第一名门 多少名门贵族 都攀附不了的家族 况且还没有这样的傲气 你们有什么资格 敢说出这种话 你误会 你误会了 你怎么看不起你江贤之呢 我们刚才啊 一直都跟江贤之在玩笑 误会 啊 啊 啊 对 都是误会 我们崔家呀 师傅 那是视角 他远道而来 那么欢迎还来不及呢 误会 你们怎么有脸说得出来啊 你们就这么迎接我这叫误会 对 你们动手打了江城 这件事可不算小啊 这样吧 像你们这种越举犯上的家族 从今天起 将崔家 从海市名门中隔除 十大小姐 你竟然为了这个废物 要把我们崔家从海市名门中隔除 啊 不仅如此 还有崔氏集团 也一并封杀 你们动手打了我许家的人 不会以为 以后我们还有合作吧 陈尚 你帮我跟徐大小姐求求请 徐小姐 我陈家也算是海市名门了 而且我有亲戚 就等您公司副总徐院首先认知 您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犯罪建议吗 你求请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刚刚跟崔家一起欺负江城 你不会以为 你可以独善其身吧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陈家跟崔家一同被割出 我真不知道您是徐小姐的护血儿 干脆手奋 是我想的 方才不是挺嚣张的吧 那就应该 徐小姐 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一个丧险之久 坐在这种地方 就不放后悔吗 后悔 你是在威胁我 区区一个小小的陈家 好大的口气啊 你要是没事的话 方便跟我走一趟吗 我爷爷正实验等你呢 那我确实不公了 走 啊 你说我们怎么招了这个会心的 走吧 行啊 现在不仅得罪了徐家 连我们公司都被永久放杀了 完了 你催着这一把是真的完了 哦 博主义 我有办法 办法 陈少 你有办法 不错 我唐叔陈日发 可是强海城当地最强的地头蛇 现在就连许氏还有依依庆 在他老人家手蛇 爷爷 人我带来了 小伙子 还记得我吗 碰死我的老头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是我 过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孙女江月 哈 也是你未来的媳妇 女儿 媳妇 不是啊老爷子 我们今天才进的第三次 你孙女就向我提出婚约 她不会是对我有想法 对你有想法 也得自己脸上贴经 要不是爷爷叫我过去帮忙 让你不被欺负的那么惨 我才不会过去 你们许家大小姐可真称不出她去 我就是简单说了两句 哎呀 这孩子年轻不懂事 你不要和他一番见识 话由我说回来 还有件事情我跟你说 啊 参见大人 你说的是我 哎呀就就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大人应该是 天武阁对我学家有大恩 没有天武阁 就没有入境的学家 我学家有家规 见到大人 你 你怎么知道我是天武阁 那日我对孙女儿不选大人 后来派人去调查 原来大人也是 走出于飞的天武阁的 真是失礼了 老胡子凡还设演 邀请大人过来 各自赔罪 这同事被救助的人啊 你家和崔家 真是挺两次的 你胜利招待我 崔家是如此心 张大人 是代表天武阁 来履行音乐的 这崔家不仅没有正大欢迎 居然敢当众离婚 修复他 真是该死 没错 崔家不仅是混混 还当众修复我师父 若不是看在我师父 一命换烂的九转容身诀 我一定让他们 吃不了东西 九转容身诀 那九转容身诀 不在崔家 在我徐家 什么 当年天武阁 就与徐家有水火 我徐家一贫如洗 难以生存 就把酸女送到天武阁 一年后 我徐家恢复元气 将决就回来了 回来时 背上文章 九转容身诀 难道是我师父搞错了 慕容少老先生 的确弄错了 难怪崔家 替我徐家登门道谢 原来是为了天武哥 和你的婚约 所以是我真正该娶的人 是您的孙女江月 对了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们只是行事婚姻 从今天起 您依旧是个过分 您呢 不许干涉我的任何生活 而你 也依然有权利去找别的女人 不是吧 许大小姐 你把我说的跟渣男一样 那 这个是前景集团的公牌 以后 你就在我们徐氏的前景集团上班 没问题吧 听我想的到挺周到 还有 从今天起 你在集团内 就叫我徐总 我们两个人只是上下级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 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想法哦 看来东瑞这个冰山老婆 真是任重而道远了 许总 刚刚许副总理是找人到财务部调与大堆资料 现在召开警惕会议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你把它带到工位上去吧 好的许总 欢迎您加入前景集团 这是您的工位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前景集团的法部职员了 法务部职员 我又不是律师 这法务部我又不懂啊 江先生 我想房屋部不只是起草合同 还有催修货款 催修 催修 你的意思是我是你们公司的催修员 哼 我可是你们总裁的老公 也让我在公司到催修员 我们房屋部的一切 按照规章制 谁有意义啊 这是前景集团的分景 目前房屋部的一切都会发过 这些蛮交的方法 我们前景可是个大街头 从不搞裙带关系来的 如果说想留下来 必须靠真本事 是软发的一套 我真不行 谁说我没有真实 有本事是吧 人事集团欠我们公司 债款一分一分 我们公司现在急需这笔自己 要不 你去把他邀回你 我跟你说 这真是老板 可是当地地头蛇 这笔款都签一年了 也不见神明要回来 哇 而且凡事需要债的 凡事需要的 哪个不是断脖子断腿 就是 不过这不去也不行 这孙经理可是许卫最得力的干脚 许卫作为咱们前景的副总 又是许车院的新孙子 这次怕是他们内部的雄力斗争了 原来这个老鱼灯知道我是许江月的老公 在这故意找茬呢 怎么样 能不能去 怎么不能 不过话说在前面 我要回来这一亿清化 以后你再清醒 就能 帮你一口 只要你能把钱要回来 别说我在你面前低头了 就是我韩玉兄爷爷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要不回来 你就从这里 给我立马滚出去 没有问题 很好 这样 我再给你配个助手 免得说我让你一个人单枪皮马上去 安琴 过来 江先生 你好 不错啊孙经理 你也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他给我配了个妹子 以后叫我诚哥就行 诚哥你好 既然这样废话我也不用多说了 你们现在 就可以去城市了 行 那诚哥我们就 好 徐总 事情我已经办妥了 我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最废的安琴 那小子 现在已经去城市集团了 放心 我保证他们不能安稳的回到前景集团 有的好 有的好处啊 少不了你的 诚哥 我们就简单提醒一下城市 要不快要这样 也不要冥想 怕什么 我们是来要债的 我们占 该怕的是他们 我们就更快一点 诚哥 你不知道 这个陈董事长 那可是当地有名的低头蛇 背靠的 可是海城最可怕的势力雷也 那雷也可就是海城的地下皇帝 得罪他 我们连事故都找不着了 谁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是娶了徐家乐 娶到豪门去去 你们被许是飞杀的落水狗都在 我作为许氏的员工 我早就很高 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 这里可是城市 不要以为你成了许家人 就可以在我城的地方 你信不信 我让你盘出去 两位请放尊重 作为是我们公司的法务 崔收原江先生 城市欠前景的一亿资金 已逾期一年 需要在今天交付 崔收原 哈哈哈哈哈哈 谢夫老 我还以为你终于盼上高军 对我好猛的呢 没想到的许氏 也只能当个崔收原啊 哈哈哈哈 就是 我还以为他到徐家后 能有多分过 也只不过是个崔收原 也不过就是一个徐家 上不了桌的 扫家旨 姓陈啊 我劝你们说话之前先三思啊 我三思 这家新山人的狗 怎么 你还想咬我一口 给你们家组织看看 回去告诉你们家老板 今天这个债子 但凡是换了 我都可能会给 但如果是江泽这个扫家闯的话 想够别想 你 不过 要是你愿意跟我当独调的这件事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我去 帮你求个情 你敢动他试试 我们是替许氏来要赛的 你个废物想做死的 竟然可对我动手 臭丝 你不行 这就叫动手了 我还没真动手了 要不试试 哼 你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 这里可是陈世纪 你知道陈世纪团的背靠的是什么 那可是海城的雷野 亮他也不知道 你以为我陈世纪团 是那么准备 我原本还想找他去收拾 但今天 你既然不知好歹的素材 就自愿逃回了 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今天 放心 他们今天不敢动一次 说 都死的 他还不玩 我告诉你 靠这个温暖肺 你又 他是个连自身都能 有这时间 还不如乖乖的我身边 求求本来 待会说不定 我还能连行心愈 你现在这么嚣张 待会被打的时候 别到时候哭点喊 就行了 那一个 装起来没我没两次的 可你背会也没用 给我上 你竟然敢对我们 承认是其他人动手 你好大胆子 好大的胆子 你还没进过我更大的 他们打完了 现在到我 你敢对我动手 有死定 你对我二十万 我二十万 你连承认进不动 打 我给你时间了 我 承认发 以前在道上可有名了 就得罪他的难度生死不明 我呢 你竟然反正给罗他们教训 我 就把人受到我 放心 你承哥不是被吓的 咱们过来要账 不可能半途而废的 我管他能够到我 我来会 但你这个小妞还算实际 你个坎儿输得 不过 既然你们承认来送死 我绝不会让我脑胎的 没错 今天就是你这个废物的劲 二叔 今天有人到我们城市去上的咋扯子 还打伤了我们的 又是什么公司 来个人不是 还敢做过的人 你还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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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穿动物饰上都来 我们真的死定了 现在只要怕 晚了 臭脚瓜子 我二叔被狠雷 还是中文第一大派沐红来 目前整个海上大陆 穿着手 没错 陈二爷最得力的打手黑轮 就是雷爷亲爱的高手 那可是黑白两道 可不可有名的打手 轻轻松松就可以要你几条迷宫 我管的是黑道还是白道 我今天是要回庆款 进不到钱 什么雷爷语言我 谁呀 这么大的口气 二叔 白叔 就是这个人 不仅打招呼的人 哎杨爷要说是雷爷 二叔 这个人完全不把你放在眼 这两人就得死 一个臭叫花子 也敢到我们城市的地方来散烟 还敢冒犯雷爷的名号 你很准肥呀 你就是成人发是吧 我是代替雪市集团 要会一亿千块 和钱 居然敢跟我成人发要钱 行 你是要钱不要命了是吧 欠债还情天经地义 你连最基本的诚信都走不了 他开什么狗屁公司啊 他居然敢挤我呀 哈哈哈哈 好 不就是一个亿吗 行 小的 小的 我开给你 但是 你得有没有拿这个钱 对啊 今天呢 你跟我的手下黑龙 你要是赢了 这张支票就拿走 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 那我们也只好 把他送到海里边去喂鱼 哈哈哈哈 诚哥 这可不能跟他们赌啊 他们都是昏黑道的 向来心狠手辣 他们说让海里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二叔 没错 这家伙这么能打 就远还给黑龙打 打不过 丢在海里去 跪鲨鱼 这个叫他 早在闹婚礼那天 你应该被 走信头里 飞得来找死 觉得应该成事 今天谁死还不一定 就区区一个他 我要是认真起来 还不够倚掌 老大 实话挺狂的 当初我们黑龙 在外面大杀四方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他哪个鸡鸟干辣 你们喝奶呢 居然敢在此大放厥词 好 那今天倒是要看看 是你的嘴硬 是你的秘境 少过废话 我今天也比较成人的大人 只要你能在我手下 我命就算你赢 我先让你 三招 赶紧的赶紧 我还着急回家吃饭 你再磨蹭一会儿 那黄花菜都凉了 少死是吧 你 黑龙 黑龙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黑龙 黑龙 看不出这个男人 无论是 但是他内力深厚 不是他的队神 什么 连你都打不过他 这怎么可能 还有一个无家无名的窩囊费 我怎么可能 打零至少 你 你 诚哥 诚哥 你居然打败了黑龙大人 你没受伤吗 没事 这种废话还不是 按照规定 那医生吧 拿手 你 你想到底什么人啊 居然能够打败黑龙 什么人 崔寨人 愿赌服输欠战 什么废话 而且 这一例的资产 绝对不能给他 他还敢侮辱雷 一定不能奉合他 就是 我们陈氏集团 怎么能让这个毛小丝干部 震他气 传出去 也令人笑 小帝 今天啊 你是走不了了 居然敢在我的厂子 得罪了雷爷 雷爷来了 有你 停 你们这一波一波又一波的 一会儿二爷一会儿黑龙的 没能打过的赶钱 才把钱交出来 小爷我时间有限 懂吗 乡臣 你不仅侮辱雷 还打伤了黑龙大臣 犯了这么大的事 想跑就跑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这话我听的耳朵都出起来 那你倒是给小爷的颜色看看 这马上就要下班了 你们脱下也不能老用这种办法 小队 原本啊 这一亿资金是个小人 但是你非要一起求死 雷爷来了 你就玩了 玩了 雷 雷爷居然真的要来 他可是海城的底下黄啊 目前整个海城就属他最大 就连整个城底分玩了 抱歉 没错 老师婆 我看你不仅是个废人 还是个丧门西 现在不仅自己臭死 还有拉手整个徐家的鬼子 徐家让你不要臭 真是灰气 雷爷这么厉害 你让他来呀 喂 喂 丫头 你派江城去 陈思耀在了 江城现在在我们公司法务部 负责催债业务 他去没去陈家我不知道 不过一个小小的陈家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 陈思耀在什么 那他背靠雷爷 什么 雷爷 是啊 刚刚大大小爷说 江城惊动了雷爷 这可不是小事 你去陈思看看 跟他们商量 千万不要江城出事 这个雷爷可是海城土皇帝 一个谁惹谁诈的主 这个江城怎么这么大胆子呀 也是为了千年几团 不说了 也去吧 通关了 你现在瞧着一把 快点 徐天月给你准备收拾吧 安静 雷爷 雷群 雷爷 雷爷 今天不及时势的心气 也是你们整个前景 宋家军 乖乖准备等死结果 雷爷 既然这陈氏是你赵的 那你就让他们把情报问 你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 现成理回的又不是我 我怎么就不敢 还是那句话 今天这钱你们是给不给 还是非要我打到你们给情为主 我看你老是真帅患的 你这上一个跟雷爷吊声的人是什么下场 那冯头头他都起腰高了 就是 小的 我们雷爷可是中原第一大农派慕容派的直系 有这样的身份家事 别说一个屈屈的你 就是整个海城来了 给你拜托在我们雷爷的脚下 慕容派 中原第一大派 我呸 在我师父面前 狗屁的 听到了吧 这小子居然敢当对你的面 这么嚣张 今天要不是灭了他 你 何以立威 闭嘴 这真是提醒 这要上呢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把黑龙打了 后面还有三个跟他差不多的 你要怎么打得过 钱我给你 哼就是 小子 看见 这三位 据说啊 跟他们交手的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活 今天三位高手一起上 你小子的死期 怕是不远了吧 哈哈哈哈 不错 我看你啊 就是别要 抓紧按许先月 帮你把客户 以免你的无家无名的人死了之后 那 都没地方买 哎 不过 要不 要不我们还是道个歉离开吧 这雷爷 不是连徐老爷子都不敢招惹的人物 我们要是出了事 可真的没人招惹我们了 放心 别说是四大天王了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懒 你们钱也必须还不还 是是 这人这我只意要抓死 我们也给拦着 他就火烧死 你这待会 这我们大神一身 把他的腿给我打到了 他胳膊直丢了海里飞去 杀 谁 老大 请您电话 李哥 哈哈哈哈 哎 谁说话 喂陈总 我是许江月 请问江晨在你们那边吗 啊 李总 你说的是你那个废物老公吧 这个行 于有命居然敢当着雷爷的面 得罪雷爷 你呀就赶紧去他挖个本吧 陈总 你千万不要冲动 关于欠款的事情 我们可以谈谈江晨 李总 真行 不是欠款的事 你说他胆子有多大 居然敢得罪雷爷 还敢打伤我们黑龙 你就怎么给他收尸呢 收尸 姓陈纳别吓唬我了 我老婆胆子小 你告诉他 款屋一会就要到 做好饭 等着我啊 晓晨美让你做好饭等他 哈哈哈哈哈哈 说不过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救你这个老公的话 就给我乖乖的把鱼子发光 去昆蓬酒吧等我们 我和雷爷看你的诚意 在酌行啊 给你老公留个前诗还是败诗 哎 错事了 你想死了是吧 那我说话 进 给这小子留口气 让他亲眼看着我们是怎么玩的 老婆 然后再把他扔到海里边 你说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把这小子给我废了 留口气 实际上是表现好了 等我们玩完了 一个手 去让你想死 你看 啊 啊 什么 嗯 你你你 你雷爷的三大公主居然都被你打开了 你你 老大 你到底什么人呢 崔寨 刚才进来的时候不都已经说过了吗 下山的香味吧 你把我三大公主 哎呦雷爷我也不知道啊 哎 你我过 我来问你 这小到底是哪个门派啊 那也 这就是个高总山上下来的臭腰败 罗贼山上哪个野门野派 学了些功夫 而是 嘿 这家门野派是哪个门派呀啊 野门野派那可是天舞 你可真敢大言并死 崔寨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瞎说的话 我就让你们崔家在整个海城消失 你 等着看 你才不是你说 什么狗情不更临做不敢信天舞 曾大人的狗也好好看 关你什么狗敢得罪雷爷 我要叫你格实啊搞死 安来 江城彻底是我这一把我今天死定了 对这下死定了 听这个名字啊 总提到是无名无形的野门派 您不用担心 可怕太有点了 哎呦 为了呀你给我打我呀 你给我跪下啊 跪下 跪下 这个鸭子我不能知道这么多事 所以我回到公司乱 安琪 你先出去一下 这里我来处理 你 啊 一 一 看来 我 属下 参见大人 刚才 属下 这些身口眼睛瞎 碰撞了大人 参见大人说 雷爷 我没看错吗 你居然 跟这个送门群 行如此的大理 我东西 竟然敢以下犯杀 这是谁 这是天舞阁大人呐 刚才要不生死利 小面就完了 雷爷 天舞阁不是山上什么一个无名 天舞阁的野门派吗 他怎么 瞎了有眼了 天舞阁 那我中原大陆第一大名派 这无数名派有大家的发强力啊 你们 居然说野门派 雷爷 这个都想做死 雷爷 中原第一大名派 你是木龙派吗 怎么会是天舞阁呢 没错 这个天舞阁 早在数十年前就弄 雷爷 你是不是搞错了 天舞阁怎么可能是木龙派 我说你们起 我这脑子不好 你还是他把人家 天舞阁就是木龙啊 天舞阁 天舞阁 哎 天舞 这 哎哎哎哎 即便如此 他也不可支持天舞阁的 你看他那虎鸟子呀 你是假的 没错 那个龙人玉佩 他就是这个 真是 笨 你说 这玉佩是假的 不是 真是你 你什么狗东西 雷爷 如果这相对 正是天舞阁大 那怎么可能是女性的成熟员呢 我觉得 还是应该 先查清楚这个人的正式身子 签好给他 我没听的机会 我没听 你的意思是 我听的 我是假的 那你刚刚这些小弟被我打倒 难道你这些兄弟都是指责的吗 是不是 给我听着 你以为我的眼泪下 你狗人要瞎呀 大人出道海城 都有照顾不休 刚才手下这些狗东西漫放了您 我也没好好管笑 你放心 我没有很严重他们的 一定 你们谁家伙给我听好吧 这天舞阁贵贵中原第一大门派 我摔个什么东西呀 啊 敢问 海城有几个名门 不听我天舞阁大人调剑 你们 说的字眼都对 哎呀 那你 冲冲冲啊 想到有眼无中 没想到冒犯了你的恩人 还请你原谅我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说你呀 你得罪谁不罢 这敢得罪天舞阁大人 你这不是死于一宫吗 快去这边去 哎呀哈哈哈 这位大人 这小子有眼无中我得罪 对了 都是 他都投诉 所以我想犯下如此大动 但请你 我 二叔啊 你说什么呢 二叔 谁是你二叔 你自己演一下也就算了 过后年 别拉我们陈家下去 从今往后 我们陈家跟你断尖一切来往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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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小子我过 我告诉你啊 必须跟这个女人跟你断尖一切来往 别再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 我 你别接我陈家 你小子啊 进口是我 我警告你 你再看我跟他在一起 你别接我陈家 断 我马上跟这个病例过 马上 是 我们可是两大市展里面 是整个海城都是 但是 今天才邪惠没几年 让我们陈家成为整个海城的教兵 啊 帮我陈家 要不是为了许你 我怎么可能 你懂得贴我盒的胆 这些 这些局面 都是你们陈家我赶紧 陈少 他这个身份 我也不知道啊 是你们陈家那家仇报 人家贴我了 对你们有救命的 你们就要那家仇报 冯永山你们都算是精的 我那是江大人 所以我发现我们 陈家那是陈家的 啊 陈家竟然侮辱老和主 没错 他们也竟然喝去恶主 这个独自的老武器 还要演到老和主中 好啊你 现在反要路 我们陈家为什么退婚 还不是因为你陈家 他说要不是为了嫁给你 我们会唆使天吴哥吗 没呀 别怕他现在装 当天这个北军寺 明知道和别人有分约 特意选择那一天 我们陈家要不是因为这件事 你怎么会说的江大人 真是狗咬狗一嘴 好一说好戏 看着我都累了 哎 你们还准完没完 我老婆在家等我吃饭了 江大人 等我把这些垃圾处理了 我让他请一下 去 扫 大人 只要江大人很愿意 居家立刻准备婚宴 如并立刻风光大家 风光大家 就你这么大人 你好意思解释你说出来 而且我凭什么愿意 你真的以为你这种愿意 你配上我们江大人吧 啊 你知道江大人代表天吴阁 来到我们海神市 那海神市有多少小攀子千金 豪门有千千万呀 这人家排行老几呀 算什么东西 哎 哎 算不吹得很强 人生在变 尤其是能够有登上云霄的机会 我敢 不容怕 一个可以调遣 整个海门所有 明明事物的存在 代表海神 巅峰的努力和财力 哎呀 这张看 我们陈家和崔家 连给江大人提携的资格都不够 少了海上 所有事 没错 睁开眼睛看清事实吧 别再想那些没用的 自己做的恶 自己就要受那个罪 江大人 这恶不是我们崔家的想法 不是陈家的事情 你个蛋白在这活上忙了什么 还敢给我们陈家伯大使 吹枪你 哎呦 完没完啊 哎呀 你作为海上的地下皇帝 连这些三流的家族的人 都不会处理 犯人了 来人 把这三个人给我拿下 从明天起 是陈家储家 我怕就没有存在必要了 这小大人 陈大人饶命啊 把这三个人给我打残了 从此以后 不想在海上看见这三个人 黑龙黑龙 不要这样 哎呀 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把这小嘴巴拒绝好啊 小嘴巴拒绝 好啊 我 这个承认法怎么还没来 江城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算了 还是去看 毕竟 他也去替我们许家药账 绝对不能出什么事情 江城 我 雷爷 你们 弟妹 弟妹 别警察了 这江兄弟以后就是我雷某人的 亲兄弟 在海村这个地方 男神 找我 好姐 雷呀 妈呀 老婆 陈氏集团的欠款 不仅如此 雷爷还收收够了陈家集团 陈家以后会把最好的陈 最便宜的价格给咱们 亲亲集团 小陈 你说什么 说好 酒 酒了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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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 为了要赵 他我收下集团打啪家了 哈哈哈 啊 今天这点赵 我天哪要活人啊 不过别 就为了我将军失了这点本事 真本事 哈哈哈 老婆 姜辰 我真没想到 能够为前景集团这么一来宾 我 哇 这前景集团是你们许下最重要的东西 我作为你的男人 我必须要骗 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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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 愚人 把那个那个黑龙也打了 你知道吗 你能找到这样的老虹 是你将从几辈子修来的乎我告诉你 谢谢雷爷今天替我们许家主持公道 帮我们要回了这笔重要欠吗 有没有点欠过呢 他是个屁 我告诉你 他就是我的清雄 在海城这么个地方 没事 找我雷爷 哎 我不是 好是好 好 雷爷 那我就现在江城回去了 慢点雷爷 我 我 有没有人 在那里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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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 吃得还挺沉 你说 你到底是 没名没姓的 却然能让雷爷都这么对你 你看什么看 滚 我是这么爱的 我是这么爱的 你 刚刚我怎么那么不小心 都被他看光了 不过 这个人还挺正直的 没想到九转龙神局 真的在许成岳身上 看来许成岳没有骗我 这许大小姐可真是人尽有无啊 每天跟他待在一起什么都不容许 你这不是重新为的老干部 这个方案的企划书是写写的 我认为在活动方案方面还 等等 怎么 徐副总有意义 我对这个方案没什么意义 但是对徐总你有点意义 这个话怎么说 江月 你有没有觉得你坐在这个位置有点不合适 一个女人家家的当什么总裁 既然嫁人了 就安安稳稳的在家当个家庭主妇 不行吗 我坐这个位置不仅是我父亲认同的 还是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的 你要是有意义应该去股东大会上提吧 你不用跟我上纲上线的 江城虽说只是个催修员 没多大出息 但也不至于养不及你吃喝呀 你呀还是趁早回去生个娃 少在这抛头露面的 徐副总 我再强调一点 咱们今天是公司会议 我们大家公事公办 你要是想聊的话 你自己回家聊 好 那就公事公办 在许家又接受总裁的这段期间里啊 公司的账目 是你账目 但是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如果是我当这个总裁 我肯定不会搞出这么大的一个乱探子 许总 这样下去公司迟早都会暴露 这就是你接受总裁之后 有大家的买什么 什么样吗 这 这让商公司的贵持账目这么大 打电话给许晨愿 马上到台评仨会 再这样下去我们集团就完了 这女人当家果然就是如此 现在过了多长时间 公司出现如此大的漏洞 带什么下去 请你集团把这球要跟通了 各位 听听一个女人啊 你怎么办 各位董事 如果交给我 肯定保证让你们赚钱 你们还真是不要 一群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女人 当成 以前的事我就顾问 从今天起你们要的再想起 问问她的男人同吗 这个可呀 还能是谁呀 还不是那个上门女婿 想飞上枝头的凤凰男呗 我警告你 说话客气一点 我看你是姜月的堂哥 但你别对我 你个臭丧家权 还敢出言威胁我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一个乡八老 无法无天的东西 居然敢对集团负责动手 你不要命啊 你说了 你别给你一条 大家看看 一个妇人带着一个莽夫 就想带领我们前景集团 由他们带领前景集团 何处不倒闭啊 不 不 陈氏集团欠前景集团的钱 整整一年了 你们这些老家伙 连个屁都不敢放 现在倒欺负一个女人 你们哪来的理呢 这是我们前景集团高层的事 轮不到你一个外面插嘴 你这么有本事 就把城市的签款要回来啊 还真不巧 这钱我要回来 大家听到了吧 这个废物刚才说什么 他说他们前景集团的钱 要回来了 城市的签款 连老爷子都要不回来 他一个山上跑下来的臭老鼠 真是大言不财呀 这种乡八老本事不大 胆子倒不小 什么牛都敢吹 没错 三三的一马步 你只算已经难力罢了 难怪这次要 地头车身上发 这个 还真被他给绕回来 各位 我手上的是江城昨天 去城市拿回来的收贷盒头 不仅如此 城市还答应我们一年以内 都以最低价 将材料出售给我们钱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现在这些财物去查查看 看看城市集团前不久有一笔账目 这是我们前几集的 拿着一个伪造的合同 真的以为能骗得过大家吗 各位 这才是公司和城市集团之间的合同 而且是我亲自出名 签下来的 虽然不知道城市到底为什么会 不要问 但现在城市都不在了 就算我把这个功劳来自自己身上 谁又能发现呢 我们还是相信 许副总 毕竟许副总归我们公司的中文地图 而且这些年如果不是许副总称的 咱们集合 早就完了 没错 城市老板 陈仁发 同是地图学院 黑白两道都要忌惮伤身 许副总 深入龙潭虎穴 正可谓对天际集团贡献 巨大 许副 你说这种话 是不是太厚颜无耻了 这个合同 明明是江城昨天冒死去找陈仁发 谈起来的 他为了这个合同 甚至不惜跟雷爷的手下黑龙动手 现在 你拿着这个合同出来邀功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大家都听到了吧 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这个废物 也非跟黑龙大人交手 他要是得罪了黑龙大人 现在恐怕连骨灰都不剩了吧 许将穴 麻烦你下次说话 能不能动动脑子 许雯丁 大家相信吗 这个废物 敢跟黑龙大人交手 还拿下了单子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大家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尽管去查 雷爷在海城是什么身份 我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 撒这种谎 真是好笑啊 许总 你为了抬高你老公 还真是不择手段呀 连这么离谱的话 都能吹得出来呀 闭嘴 哪有那么多废话 这合同是雷爷亲自给我签的 我打个电话让雷爷过来 大家伙不就知道 这合同到底是谁签的了吗 就凭你 一个山河谷里跑出来的臭老鼠 你也会有雷爷的电话号码 刚下山不久 见识没长多少 吹牛倒是一套一套的 你不会害怕了吧 我怕 打 现在就给我打 今天你要是能把雷爷叫来 这合同 我就算你签的 而且我还给你跪下道歉 好 这是你要求的 我现在就能 我现在在勤警集团 有人怀疑这个单子不是我亲的 你过来帮我证明一下 演完了吧 演完了就抓紧给我滚 这里是前景集团高层的会议室 不是你的戏班子 演了一套又一套 没完了是吧 徐薇 你别太过分啊 徐江月 我说你一个妇人当不了总裁 你还不乐意了是吧 就算你不乐意 你也好歹找个好一点的招吧 不要用这种下山烂的方式 怎么你不嫌丢人吗 下山烂 徐薇 你说话给我放尊重你 尊重 那你也得有资格 让我尊重你才行啊 各位 我们徐总找了这样一个 垃圾废物老公 为了我们做总裁的位置 不惜演戏 来抢我签的合同 总裁的位置 他根本就不配 兄弟 你好大胆子 果然呀一见莽夫啊 就是一见莽夫 说你两句啊 就忍不着跳起来了 像你这样四肢发达 腾腾简单的莽夫啊 根本不配待在前景集团 宝安 你来着把他给我扔出去 大胆 也不看看 谁才是前景集团的总裁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敢告辞 徐江玉 你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亏损 公司的资金链造成了巨大的悲击 他好意思说你是总裁 不管你怎么污蔑我 我都是前景集团的董事长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你以下犯上 我现在就可以劝你的职 劝我的职 今天谁劝谁的职 不一定的 秘书 就来 这是一份辞职申请 今天 我就让在座的高层投票 屠于你退位的人 如果超过百分之四十 这合同你就必须给我签 我可真不要脸 看来你已经迅猫狠走不是吧 白痴你懂个屁 徐江月 你德不配位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 听在这合同里 欠也得欠 不欠也得欠 你威 前景集团 是我父亲跟爷爷一手建立的 我辛辛苦苦 为了集团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今天居然敢逼位 好大的胆子 逼位 我本来就哪个本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老爷子现在已经交出大学 你的背后已经没有人撑腰了 我怎么没有这个胆子 许位 你真以为你自己能主导一切啊 你不也没你太天真了吗 我们许家是海上最大的师家 没有人敢插合我们许家的事儿 更何况你都叫她的 叫什么 再说了 这个位置本来就该使用我 前景集团是许家多年的心血 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做这个故事儿 杭哥 我想我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下 前景集团是我父亲跟爷爷共同创建的 跟你还有许家家族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关系 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司做一个副总就可以为所欲为 许位 许位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今天完了 我只不过教许家里的一个贱样子罢了 你一个位子 有你什么时候啊 爸 你 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不怕爷爷知道之后把你捉住许家吗 整个集团马上都是老子的了 老爷知道了又如何了 云南超小仇气 今天你的死也到了 居然真的是雷爷 不过这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毕竟这是雷爷 凑脚 肯定是凑脚 雷爷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 雷爷你还记得我吗 上次海神天会我曾经经过酒吧 张老弟 就他 雷爷 你刚刚说江城 他 你过个江老弟的才签到谁人家签口单子 我亲眼看见他 到这儿才成为你签的 你啥时候签的 啊 我 说的 我 我以为是城墙开在我送里 给我薄面才签的 爷爷 我真不知道 这一个山上跑下来的香巴佬 能认识你这样子大人 我 山上下个香巴佬 像你的狗眼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小巴佬跟你有关系 像你这种狗眼看着这些货色呀 这反成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地妖 对呀 谢谢你 你还要我 报应吧 你从我看着 你根本可是江老弟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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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ea -Lay 的水grad ettre end 今天 Pete 您知道的 还要是不分解我 我一定觉得很惨的 许葳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之前你为了得到千井集团的 估存不泽数 现在知道后 太晚了 刚刚真的知道错了 原谅我 大伟一把 你知道错了 我看你不知道怕了 今天让我们是雷爷关 你会屈服吗 其实徐建卫和徐总 您能力一直就特别强 要不是徐薇这祸 我们怎么可能会怀疑徐总 您的能力 我们都是支持徐建卫和徐总 您的 而且现在有江城和雷爷正关系 你坚决用户徐建卫和徐总 坚决用户徐建卫和徐总 坚决用户徐建卫和徐建卫 好 坚决 我所有的后果 都从徐薇丹丹丹 教宋作乱是一个团队的大技 像这种害群之马 把那手脚砍断 扔出去 江城 你不要太过分 你用什么资本 打掉我的手脚 就因为你刚刚动了 这香疤了 你该动我一下 试试 你是这样的人 真好对梅子能闭 还说我没这个问题 是吧 这爷 我不是这 来人 把这个香疤给我拖出去 按个教练电话 给我把死的打 把他拼不住 这爷 要命啊 这爷 许江玉 许江玉 江城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喂 喂 喂 大叔 你之前不是一直提醒我 许江玉的吗 我现在收有个机会 可以帮助你得到许江玉 什么办法 我现在手里有许江玉 众多治愈和量 分分钟可以让前进完蛋 你只需要得到这些 回去坐就行吧 你今天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因为我都是夫妻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还有什么奖励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今天帮我解决一个大难题 要不是你 不仅我们潜艇集团那一个亿的漏洞会补不上 恐怕我这总裁的位置都坐不稳了 所以说呢 你不仅是救了我 还救了我们整个潜艇集团 所以你有什么想要的奖励 你尽管提 我都能满足你 好 你不说 那我替你确定 我知道你这个人呢 既不贪财 也不好色 这样吧 我跟你我们潜艇集团 百分之三的股份 再提你做法务的副总 怎么样 谁说我不贪财好色了 如果说我不贪财 怎么可能为了那一个一根整人发 女生真有好不好色呢 真是见完朱玉 在南山华里吧 你在胡说什么 老说的都是 我为你做这么多 你可怕就答应为此 不过 喂 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了 许总 刚刚不知道在哪里有出了一大堆关于公司的黑料 还有一部分是刻意抹黑我们集团的 现在集团封面受害 股票大跌 预计已经产生五十亿的资金漏洞 什么 我带回公司一趟 经理集团出大问题了 我带回公司一趟 你别叫好 我不去 王少今天是来找徐总吗 算是 看来上次没被教训够是吧 徐薇 你已经不是前景集团的员工了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徐总 话别说这么早 我们今天是来帮你 帮我 没错 前景集团一夜之间 爆出许多黑料 K总高达50个银 你确定前景集团 需要你帮助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居然是你在背后做鬼 许葳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为了报复我 居然把前景集团的前途 置于水火之中 那又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徐总不要那么大敌意 王某今天来 是来跟你寻求合作 王某这次 可以帮前景集团员 10个亿 他可以额外拿出10个亿 他不是周转 解决公司这次的大物件 黄鼠狼给鸡扮演 我们做梦 就算是整个海球名门 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找你 徐总不要那么着急就拒绝 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想什么想 方才说的话不够清楚 我们不需要考虑 赶紧滚出去 把他们赶出去 哎 等等 徐将玉 说这话之前 我劝你想清楚 前景集团现在一直在亏辞 而且性欲也有很大问题 就现在的情况 连跟银行贷款都带不出来 目前的风平 海城啊 已经没有人愿意借下了 没想到啊 近一夜之间 就亏出这么大的一个漏洞 而且以后 前景会继续 就算前景集团的家里再厚 迟早会亏空 等到以后啊 前景集团负债累累的时候 你们啊 也跟我们他合作的资格 都没有 就凭你 徐伟 你用这点小手段 就想扳倒前景集团 不明也太平成 赶紧滚出去 别用东西 江月 前景集团是你父亲 留给你唯一的遗伤 你想清楚 你确定要在爷爷闭眼之前 让前景集团倒下 那 你们想怎么看 江月 你真的要跟他们合作 这明明就是他们死的套 江城 引下他们是能救 前景集团的唯一办法 能够怎么样 也都要试一试 先让他出去 江城 今天这个事情 我来解决 你让我出去 徐伟那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最清楚 确实在咱们自己公司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再说了 我们两个就一场之隔 什么事情 我马上到你 相信我 行 那你也会交 要是这两个废 我敢对你共享 不是让你们深入 我 至于生意怎么谈 嫁给本少爷 本少是不会嫌弃你 嫁给过叫花子的 我会好好等你 王总 我丈夫现在仍旧在门外 我劝你放尊重点 那个窝囊费在外面又怎么样 他能拿我怎么样吗 是啊江月 你去从我往上吧 王总 我最后再说一遍 请你放尊重 呦 许葳 你可没跟我说过呀 你这个堂妹 还是个猎户呀 大白剑在公司 你敢 不敢 不用什么不敢的 看看我带来的那些保镖了吗 他要是敢进来 我就让他在这看着 你敢打我 啊 其实我只是发作 你叫我发生 不是 你在那什么 他就叫他车 叫他车 让他来那么做得了你 放手 ok 没错 昨天我已经提前打听过了 那爷昨天刚好离开了海车 住手 而且王上手里下的几个高 完全不亚运雷烟手里下的 这一天 都是你瞎了眼 选错了男人 这一天都是你活该 你再说一遍 新王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愣着干什么给我扇子呢 这事我顶着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把我冲击扯的手下都给打败了 他只不过是雷烟手底下的一个文明小松 怎么可能这么强 你不是告诉我 他就是山上下来的一个抽样犯子 我们可能把我重击请的手下这么轻易打死他 王上 对不起 这也是我一两之外的 我是真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是个恋侠子 我早有 刘一刀 进来 他就是整个海长刀下五火口大名鼎里的刘一刀 没错 王上 以后退 小心别伤到你 江城 你小心点 他手里有刀 我现在就报警 哎老婆 别报警 报警了 我怎么跟你服 你最后 一个出出社会的小牛犊 说大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 一个什么 这条命 别愣着了 赶紧上啊 弄死他 别让我的小美人等着急了 放心吧 王上 交给我 我保证的姐姐 活着走出这身 刘一刀你怎么回事 连这种毛头小子你都打不过 王上 这小子功夫了得 你快走 想走 王上 今天就是你的四季 一个臭药犯 都那么嚣张 还有你 江 江一 我这帮错了 是我有言无诚 当三人是讲述国家的 今天也是你的四季 举江一 要在前景集团 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我是唯一可以就前景集团的人 呸 你哪来的自己 还只有你能救清醒 你真是不漂亮 哈哈哈 前景集团的风平现在已经严重受害 在海城 除了王家 没有人可以救前景集团 所以宣传五十元 本少爷我根本就没放在银里 哈哈哈 你这臭药犯的真是没见过去 你知道五十一什么开源 五十个一队王上来上 是区区小贤 但是对你这个叫花子来说 你打几十年都给我都找不到 哈哈哈 我当最后估计快要破产的时候 徐江一 还不是要关了爬上王祖的床 我看你找死 你 你 你个臭药犯的这么嚣张 好啊 他消除完了 现在我让你看看我更嚣张 徐江月 你想想清楚啊 你的救命到逃可不多了 自己好好想清楚啊 他说的没错 目前呢就有前景集团的 只有王氏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动他们 要是前景集团倒闭了 那父亲 还有爷爷一辈子的心血 就都白费了 放心 蒋云 就算没有王氏 前景集团也不会倒闭 可笑 前景集团作为海城的第一集团 出了事情 根本无人可救 你不信他咱们去读读看 好啊 你要是能救回前景集团 本少爷就拿出一百亿 你要是救不回来 就乖乖的 把徐江月送给本少爷 我凭什么拿我老的 既然你能拿出一百亿 那本少爷就拿出五百亿 如果你输了 本少爷不要五百亿 你就跪着 爬过来向我磕头道歉 哈哈 五百亿 你个臭腰犯的你穷疯了吧 你知道五百亿有多少吗 群景集团作为海城的第一集团 都拿不出五百亿 你凭什么能拿得出来 就问你赌 赌就赌 喂二叔 徐江月你居然敢对你唐哥出事 你这个死丫头 马上给我供回来 什么 喂喂 还有什么事 哎 得回家一趟 啊 啊你别走啊 啊 嗯 许总的官是越做越大 眼里连许家人都容不下了 二叔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让你将许为辞退的 居然还让这个项目老打上他 一过来证问我之前 为什么不就问他做事 他今天居然带着王磊来我办公室 小赌欲行不回 王少 无论怎么说 也被你身边除药犯了 没有王少和王豪 前景集团随时面临倒闭 死呀 怎么就不替这家族照相了 还真是子不教父之过 看到许巍那个德性 就应该知道他爸是什么样子 这边 有你这个叫八字说话的份吗 你以为 我作为许家的女婿 怎么就没有我说话的份了 再说了 这前景集团前期建立的时候 你出过一点力吗 现在好意思挺个脸 要全力 许家的女婿 谁承认你啊 跳山沟里爬出来的臭 这里轮得到 你才是叫唤吗 再说 我们许家的事 轮不着你一个外人来管 江城是我的丈夫 二叔 我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市里爬外的东西 居然因为一个外人敢顶撞你二叔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你别以为你是许家的长辈 我就不敢推动上去 跳丧家权 还敢威胁我 你信不信我找人打断你的狗腿 把你给扔出去啊 看谁敢 文队 放肆 江城是我的亲自 去江轮挑选的部剧 将来也是 和江轮一起 管理前景集团的 不敢谁敢动他 展开 管理前景集团 你让一个外人管理前景集团 还是一个上门的疯狂的 这前景集团 是将为他把打拼一辈的机业 现在传队将军 和他的夫婿 你所应当 他义死不齐了 你要的 出口羞辱将军 为何你不客气 居然连你也想着这个狡猾子 别忘了 这前景集团姓徐 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姓徐的来管 而且 只能我们徐家 才有这个话语权 血口喷人 前景集团前脚刚出生 到后脚就带着姓王的那个出生来 这事不是他做的 你信吗 这说明 许为心计前景集团 虽然被前景集团开除了 但是也是一心想着 替前景集团解决大问题 你这个外人 静香哥给我们家许为泼脏水 居心可畏 居心可畏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带着一群流氓闯入公司 对我老婆出谋不轨吗 我 不是 许为这干畜生 许为这么做 那也是为了前景集团好 虽然这次王少这么做 确实有所欠头 但是王氏集团确实能帮得上前景集团 骗你个 狡猾子 只能在这打嘴杂 什么都误会 我不觉得许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看来过烂了 许为做的这些事情 脱发你还是个主偶呢 对吧 爷爷 许为许致为了坐在总裁的位置 不惜抹黑情景公司 甚至还协助姓王那个畜生 您觉得这种人需要了 许致 你和许为将此事做到如此逼顾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聪明看起 你们不再是许家的人了 自此 我许家 特别断绝关系 爸 说什么 你要将我跟许为征属许家 那许为可是咱们许家唯一的清传血脉 你这怎么许 你别忘了 张佑桃苏解释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的 说话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实如己出 结果到现在 斤斤计较 你还有当长辈的样子吗 我许家 不许有一种人存在 不是许家家谱 我看到 怎么可能 江月 他父亲走了以后 我打江月 是我的心头肉 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是你们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不不不 现在前景集团 还需要许为跟王室签信 没有王室的帮忙 前景马上就会完蛋 我不相信你这时候 敢将我们父子俩 逐手取家 这王室那区区两个字 就别拿出来钱了 看着都丢人 我告诉你 没那区区两个字 我们照样可以读过哪个 抽药犯 你本事不大 口气倒不行 区区两个字 你见过钱吗 这次的漏洞 可是足足有五十个亿 像你一斗就 就算我把你拆了卖 也卖不到五十个亿 没有王室的帮忙 我倒想看看 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靠大风刮来 钱在这儿 就不让你操心了 我许家 在整个海城 不想你想象这么弱 以我许家人外 想从高端明白当中 拉的钱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什么大事啊 我怕你还不知道 集团现在面临 怎样的危机吧 臭文满天飞 五票都跌到谷底了 你看哪个集团敢占 不要再单纯了 这一次前景 是不会有人来帮忙的 许智 你明明知道爷爷身体不好 还故意说这种话来气他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孝子 气他 他死了才好呢 你们没有看到 刚刚这个老头子 对我是怎么绝情的吗 现在是我不孝 告诉你 他死了 我一定会在许家的大宅门口 放鞭炮 你没事吧 我去给你叫医生 还有你 小贱子 你夫妻俩 早晚又五天会跪下来求我 这个许家 也会乖乖的 求着我回来 小贱子 小贱子 你没错了 快走 快走 老爷子是激活功线 放松 张晨 是 你这是没事的吗 你也只是胸口欲结 堵住了一口气 现在已经好了 没事 姜辰 你又救了我一次 谢谢 爷爷 你放心 我在许家呢 不会有事 那资金的问题 我都可以解决 不要动气 姜辰 我知道你是爱为我 但仁慈 不是靠无力能解决的 爷爷知道你有本事 看这个 你是搞不来的 你不用着急 爷爷会想办法 这个事情 就交给我 姜辰 你是很有本事 可是这一次 我们许氏遇到的是 资金上的问题 你解决不了的 所以爷爷 你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吗 办法 倒是有一个 就在明天 海城有一个宴会 各大名门都会参加 我希望你和姜辰 才去帮助千金 找一下投资 看看是否有人 愿意帮助我许家 姜辰爸爸 我安家庆的时候 确实交了不少人呗 兴许诱人 愿意帮助我许家 爷爷 你放心 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跟姜辰 我们一定会办好的 姜辰 你以后 好好跟姜辰 下手扫不下去 爷爷不在了 就让姜辰 照顾你 好吗 嗯 爷爷 喂 喂 王少 我刚刚安排在许家的时候告诉我 老爷子准备明天带上那个叫花子女婿和许江月 也会上拉投资 拉投资 要饭还差不多 没想到啊 风光无限的许事也能有今天 明天就是那个叫花子的死期 我要让他看看 什么叫生不如死 还有那个许江月 宁愿选择一个叫花子 也不选择本少爷 我要在宴席上 看着他偷光 遗解我心头者 那是当然 不愧是王少 就是霸气 哎 王少 那我拿总裁之位 放心 等我收拾完了那对 那个什么总裁 就是你的 那我提前在这里 顾客王少 王少 明天你一定会成功的 都说破船还有三千钉 我倒要看看 什么叫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哎 吩咐下去 明天 所有参加宴会的名门 谁敢帮助许家 就是与我王室为敌 徐大小姐 你身上怎么了 一个人在这偷偷哭泣 你身体越来越差 千钉集团还有那么大的漏洞 没有补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那些小小漏洞 我根本跟你们买屏 你就别说大话了 我知道 你是想安慰我 可你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说谁都没有办法 谁是我安慰你 你想想我之前跟你摆脱的那些 陈陈不好意思 忘了一次 你还不相信我 完全 我知道你是很有能力 可是武力并不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 明天 还是我来吧 你这 蒋月 这公司这么大 不可能只靠你问 我作为你的老公 必须要承担 相信我一下 我 蒋月 明天就交给我 再相信我一次 吴老二 爷爷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琴锦集团呢 是蒋月的父亲的 而我 姜月的老公 现在你才是外人 废物 给我逼着 不管怎么说 前景集团 有你一半的心血 许薇作为你的孙子 最起码也应该跟许姜月 平分前景集团一半的家传啊 你跟许薇可真是亲父死吧 那样的不要了呀 为了前景集团的财产 而负责手段 就是 爷爷 许薇为了夺权 甚至不惜一切手段 来抹黑前景集团 现在前景集团有五十亿的缺口 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 是吗 你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们家许薇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公司到了这个地步 那都是这个死丫头 许江月经营不善 跟我们家许薇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要受苦吻人啊 i know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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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晨 我 放心吧 我会有事 走 走 哟 没想到许家大小姐 还真把这个上不了台面的香巴楼带来了 我们这是高档业会 不是什么阿摩阿狗都能进的 哎 许薇 怎么说话呢 毕竟对于上等人的饭局来说 讲究的是局 对于这种下等狗来说 讲究的是饭 这种 落花流水的狗 不来这儿 还能去哪儿啊 没错没错 哎 想巴楼 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见过这么大的饭局的机会 今天可千万要敞开肚皮尺 不然以后可能都没机会了 哼 像你这种废物促成的都随便见 凭什么我就不能见 刚才你说我过来蹭吃蹭喝 我没记错的话 许薇 你也不算什么许家大少爷了 到底谁是蹭吃蹭喝 你 还有你 你忘了前几天在前景集团被打的样子了 你再给我狂一个 我当着这么多人 再打你一次 与世都已经日薄西山了 你小子还敢这么猖狂 本少爷今天就在这看着 你是怎么从这爬出去的 好啊 那我倒要好好看吧 江城 算了 我们还是低调一点 毕竟 一会儿还要进去求那些名门 太张扬被他们看到了不太好 不要命了 你没看见旁边的那个是许乡院吗 听说许氏集团最近出现了大 不过是来拉投资的 真想不到 拉投资的都这么大的 真是不要命了 今天听说 前五个大人都会认 这许家 这次是真不想好了 没错 王氏一早就下了命令 要封杀现在落败的许氏尾 现在要是再得罪了天五个大人 那简直 是自寻死路啊 大家都看到了 这位就是许家大小姐的夫婿 许家的龙婿 一个山上跑下来的穷小哥 为了跟王少借钱 不惜杀鸡镜头 对我这个堂哥大打合手 大家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做对子 大家看看我 这就是和许家龙婿做对的下 大家一定要一件事情啊 千万不要和许家的龙婿做对 许家这什么眼睛 闭着眼睛能找到这种货色 借不到钱一言不合就动手 这种东西也非进宴会 反正这种的我是不敢借钱 现在就算是借给他了 以后这也不敢去要账 这种东西都能混进宴会 真是晦气 姐姐啊我挺可怜许家 几乎一夜之间跌落狐 看来真是活在 败旭其中不是一家人 不见一家门啊 张成要不我们还是不进去了吧 哎来都来了 别因为外面的几个狗叫 咱们就不进去了呀 呀呀呀呀呀 这真是只要脸皮厚 万事皆无忧啊 你们许家的风评都已经这样了 进去能借到钱吗 有什么用呢 你方才不是说我们过来蹭吃蹭喝吗 那我们现在没有吃到又没有喝到 即便是过来蹭吃蹭喝的 那也不能白来呀 对吧 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蹭吃蹭喝 还能说得这么堂而皇之 走吧 你 二位出示下请见 刚才那么多人进去不需要出事 为什么到我老婆这就需要出事 那些人进 是因为是来参加宴会的人 怕你 怕门狗 你还摆出一副主人的样子呢 没关系 我有邀请他 原来是高高在上的许家大喜国姐 之前从这过都不见过您正眼 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您那里 您家真是不好意思 辛苦许大小姐也嫁了 不用 这许家现在都是日薄西山了 还这么高 我 王少 江城 今天这本是天舞阁大人的场子 你敢动手就是杂志大人的场子 这下手就算是一百个雷爷来了 是吗 江城 你 你 你是活够了吧 我老婆不是看不起你 是看不起你这种高眼看人地的看门狗 你懂不懂 你对我动手 只是杂志大人的场子 你老婆这些就会更难 全场 不会有人见你们一个人 谁说我老婆就需要求别人 江城 你别搞出人命了 这些人死不死 不死 江城 咱家答应我呢 这边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 你别再忍惑了 不 老婆 我就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警告 什么警告 给燕慧负责人打电话 不说有人在这添乱 把他给我从这赶出去 好 我这样就奋奋地去算 这群小子居然敢砸天舞阁大人的场子 真是不要命了 不算了 就把他们送出去 我去打个招呼 去吧 孙叔 你还记得我 我是姜月 姜月 孙叔 我爷爷说 我爸在世时跟您关系最好 以后有事情 还要让我找您帮忙 想救你啊 就别瞎他听我 孙叔 您忘了我了吗 以前 您经常去我家做客 我爸跟您关系 一直很好的呀 那都是何年约的 趁这么乱雾的事情吧 提大家干什么 我给你父亲 也算了什么好朋友 那只能说是 极面之交的熟人 你得提不上 什么 你我两家十几年的世交 您居然说 只有几面之交 你虚家落败至此 虚家没有钱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您不能见到大家都 就去拍父王 这跟年纪七讨的 岂该有什么区别 孙叔 话可不能这么讲 当年孙家有难 我爸二话不说 就拿出一笔巨款 帮您解了孙家的大危机 王二少 没想到 你来到这个宴会上来了 我王氏作为海城第六豪门 出席这种宴会 理所应当 那是当然 今天这个宴会呢 来了整个海城所有的豪门 今天你的到来 整个宴会呀 同地生会呀 至于某些家族 以后嘛 就不见得还能有机会 再来到这种宴会混吃混喝 哎孙总 我刚才看你跟徐家 好像关系挺近嘛 不知 不说不说 王总 你别多想 这个徐家业 刚才呢 他故意提起了他那个死期的老爹 说什么 要杜赚我们孙家 欠他们家的恩情 还有向我们借钱 你说这事 是不是太离谱了 孙总 我请您说话注意分寸 您为了一些人情世故 要疏远我们徐家我能理解 但是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 我爸已经去世了 请您尊重 本来就是死鬼吧 没什么说错的呀 这样做本少很满意 这次你孙家可以得到我王家的帮助 以后有项目一起做啊 那我就谢谢王少了 想这么个还长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像王少这样的青年才俊了 你 失去了王少这样的 算下来点更何况 你放心 王二少 带给那个青山上下来的那个乡巴佬 他就是个上家之虚 喂 活该你徐家呀 破产 滚蛋吧 去那儿 凑吃凑喝 徐大小姐 孙总 话不能这么说啊 徐大小姐这次来是真心的寻求你的帮助 人都来了 不能白跑一趟吧 对 王总是要帮助徐大小姐 那当然了 当初我也是真心喜欢过徐大小姐的 只不过 当初她太过于高不可攀了 现在遇到难处了 我当然要伸出援手啊 真没想到 王总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徐大小姐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机会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 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 这张卡里有三百亿 所以帮你许氏集团度过这次危机 我愿意无偿地献出来 但是 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说 今天本少拿出三百亿 帮徐家的前景集团解决危机 但是徐大小姐要在这里 你脱 光 衣服 从里到外 一共有三件 这样 一件 一百亿 很划算吧 这可是曾经高高在上的许家大小姐 他 你当年做这样的事就 他说在上个屁 你没听过麻辣毛的混混不如鸡 现在许氏 现在许氏 岌岌可畏 王上拿出的这个条件 可是又过得好 哦 那岂不是 今天可以看到许家大小姐的裸体了 没错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女 这三百亿 这三百亿 我不稀罕 我今天就是眼睁睁看着前景集团倒下 也不会向你有半点去 好 不错 你了不起 许大小姐都到这种时候了 还这么倔强 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了 前景集团是你那个死鬼老爹 留给你的唯一遗产 错过了这个机会 下次可就没有了 还有你那个冰死的爷爷 如果你就这么空着手回去 他看到了前景集团倒下了 人一命呜呼了 哈哈哈 你怎么办 要说如今许家的地位 那可是许家老爷子拼死地造的 现在许家要真是垮了 老爷子就把死不瞑目了 没错 听说当时许家月他爸就是因为伤证了 现在自己用命换来的东西 自己废物女儿居然没守下来 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非得去活过来不可 哈哈哈 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 你真的会把那三百亿给我 我当然会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区区三百亿 我拿给你 哇 快点拖呀 你们也都别闲着 赶紧把手机掏出来拍照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一幕啊 堂堂海城第一大美人 要当着大家的面脱光了 哈哈哈哈 我们好好欣赏 好好珍藏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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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了 杀人了 妈 我刚离开 你 你们就这么嚣张什么 向晨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 我来 哎 我要是再晚一会儿 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监听就是你的 郭总监 郭总监呢 郭总监呢 这人疯了 你居然表现宴会上动手 取消他的参业 马上把他给我赶出去 什么人 去这动手 这是什么宴会吧 不管你是什么宴会 他们如此强谱人 难道你就没看得到 原来是被王少封杀的拔黄凤 你难道就是传说那个五大三粗的相关吗 还真是头脑简 他有的王少封杀 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没错 王少作为整个海城排行第六的豪门 你们许家负债累累 我看看你们还有多少钱 他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啊 村子 我们今天开始 许家 隐仪永远奉下 交代也没有一个参与高党宴会 现代的利益 我滚出去 我 这个台子是给我 即便你都滚也轮不到我 给你 你换个什么东西 他是雷爷舌头下的小弟 仗姐有雷爷舌头 不做 原来是雷爷舌头下的小弟 你知道今天这个厂子是给谁办的 今天这个厂子可是给唐头天五个江大人败 谁要滚了江的就让海城雷爷来了 都得坏下 你一个手里的小弟 真敢如此上 是不想活了吧 今天就算是雷爷 他也担不了这事 你给雷爷打电话 让他来 好好收拾收拾他手下的这个畜生 来 雷爷 雷爷 您听说天五个江大人到海城了 我们海上名门貌族呢 都举办了个宴会来迎接江大人 只是没想到啊 有人在宴会上闹事 什么 居然有人敢砸我厂子 不 据说这个人是您的小弟 那您要不要过来管管他 都好好查下谁干的 这么大的弹子 是我 我来参加自己的业务 他们让我 你不过来管他 你 你不想活了吧 有了祸 他敢跟我人挑衅雷爷 哈哈 我看你今天是真的自己想找死 好 那我就成全他 等雷爷过来 让雷爷 让他收拾他 既然诸位已经到场了 正好我有些事有事 在座的各位都是之前受恩于许家 或者跟许家有多多不少的过世的乖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一个直接报恩的机会 就是在许家最危险的时候 可以身处援助之身 哈哈哈哈 一个英文不值得穷逼 不仅被王室封杀 每天马上就来收拾你了 你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帮你 这是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把握不住的话 就别怪被天武阁直接拉黑 哈哈哈哈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这次不光王室 会被天武阁拉黑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敢说这个话 这是挺我个龙王玉佩 据说 这玉佩 这个天武哥 最高水分的下 拿着一块假玉佩 还敢冒出天武阁的人 各位 这个人 是我许家连畜生都不如的一个罪婿 为了我入在我许家的位置 他真是不得手段 在海春坏座任何一个其他人 我都会想 哪怕是一只狗降着这只玉佩来 我都会想起一天武阁的人 但是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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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叫做的各位 有哪一个人愿想 好 好了 漂亮小丑 戏演完了 滚吧 同胖啊 天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哈哈 哎 我的死期啊 你怎么该有这么大的胆子收睹的话 不仅破坏了天武阁大人的接风验 还敢冒出天武阁大人 哎呦 哎呦 雷大雷大人 你终于来了 就他 敢在天武阁大人的夜会上闹事 还口口声说 自己就是天武阁大人 他就是您的小弟 我刚才啊 真替您 真替他 没错啊 这人脸皮太厚了 不仅不走 非要冒出是天武阁的人 不不 这是年轻大的小弟 怕大人 是您的名字 猫子 是你敢 啊 没错 这个场景 就是我为天武阁大人精心准备的 这个咋子 根本不配来我的场子 他说您想 我刚刚已经替您教育了 哎 我这是 舍小为他 也是为了您照相 哎 大人您叫别 建议 哈哈 你再说一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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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不是你照相啊 是他先导乱这些 跟我们没关系 我只为天武阁大人 把那天武阁大人 天武阁大人 天武阁大人 这 才是天武阁大人 哈 哎呀 你们这些蠢货 这个瞎又没闹 难怪被天武阁疯杀 啊 您说他是天武阁大人 这个是你本年难得的飞升机会啊 既然 你这么不带去我们家大人在买里的场子 那我们不放这 啊 大人 刚已经受辱了 这 怪树下 走 走 小大人 张大人 这个场子啊 已经不配大人在这儿待着 我准备了新地方 请大人一步 走吧 你们这帮砸碎 要向活命 跪下心碎 阿董哥 董哥 张大人 完了 死定了 来呀 许位 你不是说江城只是一个山上下来的香巴佬吗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老爷子在路边给许江月夹那个叫花子呀 怎么可能会是天武阁的大人 这些都是你们王家挑起的 现在得罪了天文阁的江大人 你们王家 这次算把心 没错 这个王室就是亥人精 我们现在就去找江大人认罪 告诉大人 这里的一切 都是由王室挑起的 走 走 北乡指望着王家一步登天 没想到这事全完了 我只是没有帮着过许事 王室 你可是 说过要封杀许事 还不赶紧登门 升天大人请罪 我有事 你见到了 许位 你他妈是不是在害老子 我告诉你 我要是死了 你要给我们王家陪葬 王室 我也不知道江城就是天武阁的大人啊 我 我们还有 底盘 什么底盘 许事还没死而复复呢 虽然江城是天武阁的大人 但是一定就会以很多大家族出现资助他嘛 但是许家的骂名已经出现了 这是花再大的功夫都解决不了的 解离还需激励了 这个只能我们自己来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有办法 你的意思是 我们拿着许家的这些证据当图名状 去找江大人请求他的原谅 对 对 这个 许总 就在刚刚不少民流几破头想要给许事集团融资 资金的漏洞已经被补齐 而且还多了很多 工夫危机终于解决了 太好了 许事集团终于保住了 这次也要多亏江城 要不是江城 我不仅难逃在宴会上被羞辱 而且整个前景集团很有可能会保护 是啊 这次多亏了江先生 外面还有好多家族 因为没有跟许事盘长关系 还在懊悔呢 要说这天武阁掌握着海城背后最大的权势 分分钟便可以毁掉一个家族 看来这是真的 哎 别这么夸我啊 帮我老了下回来 你再特许吧 好的 我知道你在待起什么 我 许总 王氏集团的王少和许位又来了 说要参见你许总和江先生 要给您二位准备给你 他们来干什么 让他们进来吧 好 江大人 是我有眼无助 才不是是您这样的大人物 您啊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别那么多废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是不来教育 江大人 我们确实是来找您合作的 我们手上有能够帮助许事集团恢复名誉的资料 只要将他们曝光 就能彻底洗刷许事的污名 接着说 没错 前景集团现在仍在亏损 虽然有很多大家族愿意滋入前景集团 但是集团的民生已经受损 而且后面的商品都会受到影响 没错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彻底洗刷许事的污名 我们愿意站出来帮助许家 这个资料 你们是从哪来的 两个使作用 拿着自己的犯罪证据过来要够 你当我们许事都是傻子吗 要输 就让你们输个美 一块 江城 你疯了 这个是盘火许事 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那我就让你知道 就算没有这个 我们许事照样可以盘火 征大你们的狗脸好猴脱 许事被恶意造扬的真相 以及你们两个的真命 恶意造谣 对许事造成难以伎量的影响 我现在就可以代替许事 这不是奇运 江大人 这一切都是这个小人叫做的 是他 都怪他 江大人 您怎么问我一命吧 江大人 胡说八道 王少 明明是你这些许家月 他逼我这么做的 你闭嘴吧 你们要想说去警察 去的跟警察说 进来吧 江大人 拿手面 江大人你放我一马 江大人 放我一马 我 干嘛 这是家人